沒問題了 有沒有 就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清空 清空的話你就是 也許我是獨立寫啦 清除的話就是 把這些清空的話就是 mya.test等於什麼 等於空置串 有沒有意思類推嘛 空置串應該都OK啦 所以也許你多寫一個 要不然的話你就是按確定自動 反正邏輯看你自己 OK 應該這個會啦 這個按鈕裡面 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這樣而已啦 OK 全部都丟空置串 沒有就是在VBA的裡面 那個設計啊 你不要把它裝入腦間啦 那 大概就很直覺的 至於就是說 你也不要看太多書 你說真的為什麼 因為每一本書寫的都不一樣 反而你看太多書 有時候會干擾 你最後也不知道怎麼 哪一本才是對的 最後 跟著你的直覺走就對了 OK 其實我這樣做 其實都是跟著我的直覺走 我不是說我今天 我 我要 已經有一個 腳本沒有啦 我就是 反正我該怎麼做 之後也許 所以呢 你覺得怎麼樣比較合理 那你可以自己產生一些 那至於他 他用的原理原則 你只要大概清楚 我想應該都可以做得出你要的結果出來 OK 這裡的話呢 請各位試一下 不過還有個地方 剛剛沒講到 因為那個執行的時候 下拉清單這個 這個他不會自己產生的 那他怎麼產生的 特別注意喔 請記住喔 在表單上面點兩下 預設是沒有這個 我先把它打開 這個把它刪掉 好了 就是一在那個表單上點兩下 這個表單點兩下 當表單怎麼樣 user form就表單 被activator啟動的時候 那我需要做什麼事 啊記得喔 他這邊 click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就幫我篩 在下拉清單裡面 篩兩個東西 什麼東西呢 那個叫myd 應該叫myd.addItem 他有個方法叫addItem 然後給我一個什麼 男生或女生 男生或女生你就 就等於是自己打上去啦 我先女再男好了 OK 現在 女性依次抬頭 我打這樣 如果先男再女 可能會被罵 OK 所以就兩個位置頂一下 頂倒一下 就是addItem女生 再addItem男生 那如果說 將來你有很多項目 你就一直addItem下去 這樣應該理解那個道理吧 那如果你有好幾個下拉清單的話 你就分別在當什麼呢 當這個user form 它被activate 記得喔 Elevate是啟動的時候 因為預設是click Double click或click 請你記住把它改成叫Elevate 當什麼表單啟動的時候 就幫我把什麼呢 把那個清單給加進去 這樣就OK了 試一下好了 總共會有三段程式嘛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喔 欸 我們就可以很輕易的怎麼樣 把 eSale 拿來當資料庫啦 反正你就以後填 那以後喔 說真的 以後如果你要讓你的客戶端 使用者端 填一些經常性的東西的時候 我還蠻強烈建議喔 如果你要避免回來的資料有錯誤 盡可能的讓他填在應該填的地方 而不要直接把eSale擋給他 或者回來的東西喔 可能問題多到你無法想像 簡單的事情也變很複雜了 所以盡可能的怎麼樣 就是在當他輸入資料的時候呢 就已經給他一些規範 那自然喔 欸 你回來的資料喔 那個錯誤的可能性就會大大的降低了 OK 先從源頭做控管 OK 所以剛剛就是表單 然後給他名稱 再來做程式 就是我們拿一些事件 那 如果你碰那個表單 剛剛來不及做的話沒關係 你乾脆直接從我雲端上面 雲端上面 我有把它放我剛剛那個表單 我有匯出喔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那個我的表單 你可以從問題表單設計裡面 就可以看到剛剛的那個 home.frm跟home.frx這兩個檔案 那你就下載到某個位置 啊記得兩個都要喔 再賄賂啦 如果你可能動作啊 比較慢的同學 那你就先知道我在做什麼 你先跟上 那 那 也許你下課之後 或者上班的時候 因為上班用ECL的機會其實也非常大 可以練習看看 OK 反正什麼時候都可以練習嗎 我講過嘛 你上班的時候如果用ECL 你乾脆就來練習 也許你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 你也可以拿來做做看 一方面你也可以練習嗎 一方面也可以讓你的工作跟人家流暢 那這不是一舉兩得嗎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喔 好